画面中 母狮潜伏在草丛中朝前方奔去 原本他们正沉浸在午睡中 被嘈杂的脚步声惊醒后 紧觉得抬起头 居然是几只愣头青的斑马 狮子们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喜悦 送上门的外卖可不能辜负了 经过一番默契的商量 最有经验的一头母狮 悄悄地跟在斑马屁股后面 作为顶级掠食者 狮子的捕猎能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 通常情况下 只要瞄准猎物便能一举拿下 这只斑马显然是今天的不幸儿 由于它的好奇心过重 导致它和同伴走散了 全然没有察觉到潜藏的危险 草的高度并不高 以斑马的身高完全可以看到潜伏的狮子 但是斑马一心都是眼前的青草 母狮看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心里可激动坏了 斑马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寒风掠过 那是危险的气息 它瞬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没有任何犹豫 展开四肢全力以赴地奔跑起来 母狮岂能轻易让猎物逃脱 它眼中闪烁着饥饿的光芒 紧紧地锁定着斑马 斑马虽然身处绝境 但求生欲望让它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它不断地调整方向 试图摆脱母狮的追捕 但母狮的速度同样惊人 始终保持着与斑马的距离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 母狮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猛扑抓住斑马的皮毛 在另一条路线准备拦截的母狮 也跑了过来 他们合力将斑马压制在地 母狮张开血盆大口 狠狠地咬在斑马身上 斑马身上布满了伤痕 它痛苦地挣扎着 此时的姿势让它非常被动 三头母狮想要速战速决 全身的力量压制的斑马无法挣扎 正所谓姐妹其心 其力断金 斑马痛不欲生 还在苦苦坚持同伴来解救它 而底下的那头母狮也没有闲着 没有励志的饭局 就像缺少小麦果汁一样 食之无味 母狮满意地咀嚼着口中的食物 味道相当不错 虽然有点骚味 斑马竭尽全力用四肢踢蹬着 效果却并不显著 它的体力已经所剩无几 即使拼尽全力 对狮子的伤害也微乎其微 前方的狮子看到斑马如此顽强地反抗 更加用力地撕咬着斑马 每一次撕扯都让斑马疼得几乎要翻白眼 按住大腿的母狮 一看大捕之物没有了 只能去中间位置整两口凑合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接着看 画面中 熊狮迈着稳健的步伐 行动的轨迹都显得小心谨慎 这行为用屁股都能猜出来 他肯定又盯上了哪个倒霉的猎物 熊狮的捕猎能力到底如何 当他到达狩猎地点后 压低身子蓄势待发 只见他猛踩油门 加速狂奔 羊羊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撂倒在地 激起一阵黄沙飞扬 熊狮趁机使出绝招 锁侯宫 争取一口气 送羊羊去往生路排队 可意外总是在狩猎中 不可避免的发生 就在熊狮咬住羊羊脖子的瞬间 他不小心撞到了羊羊的立脚上 剧痛让熊狮呲咬咬咧嘴 显然 熊狮不甘心倒嘴的鸭子 长翅膀飞了 他咬牙一跺脚 强忍着剧痛 他咬得更紧 用全身的力量压制住猎物 这可真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战斗 羊羊被熊狮吓得心惊胆战 强烈的求生本能让他拼命挣扎 试图甩掉狮子的束缚 可是 熊狮已经牢牢将他压在身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羊羊的挣扎越发艰难 拼尽全力 用后腿不停地猛踹熊狮 熊狮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见招拆招 灵狐的身腿抵挡住每一次踢击 羊羊再怎么挣扎 也无法突破熊狮不下的铁腿阵 双方进入了一场耐力的较量 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尽管羊羊的挣扎异常激烈 但场面上 熊狮明显占据了主动 虽然熊狮也遭受了羊羊肩脚的重创 但他的决心丝毫未减 继续死死咬住羊羊的喉咙不放 只要坚持住 胜利就在眼前 羊羊还在奋力抵抗 身上的伤痕也越来越多 却没有真正动摇 对方的致命威胁 如果不尽快找到破局的方法 他迟早会耗尽体力 最终走向绝境 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时 羊羊的选择实在有限 经过长时间的拼搏和对峙 羊羊的体力和耐力 终于到了极限 相比之下 熊狮显得更加持久和耐力充沛 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 羊羊的挣扎越来越无力 动作也逐渐吃缓 熊狮健壮 趁着羊羊无力反抗的瞬间 用力将它掀了个四脚朝天 此时羊脚已经深深刺入了熊狮的体内 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到痛 可熊狮却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它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咬死这只羊羊 确保猎物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熊狮身上有三处明显的伤口 全都是羊羊尖角造成的 剧烈的疼痛让熊狮的每一次呼吸 都显得异常艰难 它甚至连转身都显得十分吃力 尽管如此 熊狮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或放弃的迹象 反而更加坚定地死死咬住羊羊的喉咙 直到羊羊彻底停止了挣扎 这一刻 胜利属于熊狮 但胜利的代价同样巨大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接着看 熊狮看了野牛一眼 立马跳到它的背上 想用体重压垮野牛 可是太笨拙掉了下来 这头野牛只因为逃跑得慢了一点 就被狮群围住了 多只狮子立马围在它周围 有的在前面咬住鼻子 有的在后面控制住背 双面夹击让它没办法挣脱 还有一只熊狮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是一个大家族 有多只熊狮和母狮组成 捕捉猎物的时候主要挑大型猎物 今天盯上的正是这头野牛 看起来有800公斤 一旦能够捕猎成功 足够它们一家好好吃一顿的 前面的熊狮非常卖力 咬住野牛的口鼻不让它呼吸 后面的狮子也在努力 抓着野牛的屁股 前后夹击 想尽早把野牛扳倒在地 野牛再怎么强壮 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么多狮子 况且不断有狮子扑上来 它们可以轮番进攻 累了就到一边休息 野牛只能硬看 一旦体力不止倒在地上 就会再也起不来 成为狮子的食物 熊狮尝试着对野牛发起进攻 可是野牛还很有体力 不会轻易跌倒 它们也只能在旁边看着 先消耗一下野牛的体力再说 没有成年的小狮子 在旁边学习捕猎 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多尝试几次 就能提高它的捕猎水平 野牛被拽着不断后退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能硬抗着 等待逃跑的机会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请在屏幕上 留下话显唯一四个字 或者是你的愿望 祝愿野牛能够少受点痛苦 那么今年你也能平安顺利 野牛在牛群中也是头领一样的存在 如果对面只是一头狮子 它还有可能逃脱 可是现在对面是一个家族 它就很难逃脱掉了 除非整个野牛群来救它 否则就只能成为狮子的食物 野牛的体力正在快速消耗着 已经没有办法挣扎了 只能用最后一点体力保持站立 它知道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站着还有一点逃生的可能 熊狮锁着野牛的喉咙 让它没办法挣托 只能不断嚎叫 希望有谁能帮帮它 可是它的野牛同伴早已经跑远 没有谁会来帮它的 随着熊狮哭到它的后背上 野牛终于坚持不住被压垮了 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画面中 脚马惨被野狗包围 带着幼崽慌忙逃离这里 野狗迅速跟上去 无视成年脚马 专条软式子捏 腿脚不利索的小脚马 再次被野狗群按倒 而脚马妈妈 早就一六眼跑得看不见背影 小脚马发出恐惧的吼叫 它不停地求救 希望母亲或群体中的 其他成年脚马 能够回头救援 但在这个无情的自然界 成年脚马明白 与野狗群交锋的后果 迫不得已 只能放弃幼崽的求助 小脚马奋力挣扎 试图用它稚嫩的脚 去顶撞野狗 但这一切 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野狗的攻击精准而凶狠 咬住它的后腿 往回拉扯 小脚马痛苦地撕叫 试图挣脱 但对抗这些经验 老道的捕食者 注定是徒劳无功 背上的毛发 在野狗的撕咬中散落 伤痛和疲惫 已经让它失去了 抵抗的力量 野狗群围成一个紧密的圈 不断撕咬着 这个无助的小生命 它的吼叫渐渐变弱 最终在野狗的攻势下 逐渐安静下来 野狗与脚马之间的捕猎 与逃亡戏马 常常成为这片土地上 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 脚马是野狗的理想猎物 但要成功捕获它们 并非一事 需要耐心和策略 脚马的力量和速度 在逃亡初期 显得尤为突出 成年脚马能以每小时 65公里的速度奔跑 这一刻的爆发力 使得它们暂时 能够脱离野狗的威胁 野狗们并不急于 在短时间内捕捉到猎物 它们依靠的 不是速度的顺势爆发 而是持久的耐力 和团队的协作 能够以相同的速度 毫不费力地 连续奔跑好几公里 这种持久力 是它们捕猎成功的关键 脚马虽然身材高大 力量十足 但它们的体能消耗速度 远高于野狗 长时间的奔跑 对脚马的体力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脚马逐渐显露出疲态 呼吸急促 步伐沉重 速度也明显减缓 原本充满力量的身躯 开始显得笨拙和无力 此时 野狗们的优势 逐渐显现出来 吃饱的野狗 自动在周围充当保安 其他的同伴 继续施展韬钢绝技 没多长时间 小脚马就被吃得 只剩下皮囊 在非洲大草原上 野狗是一种高度社会化 且擅长团队合作的 掠尸者 他们能够捕获 比自身体重重 十多倍的动物 不过呢 狗子多也意味着 对食物的需求量更大 为了不饿肚子 他们每天都 绞尽脑汁的捕猎食物 这不仅是捕猎者 与猎物之间的较量 更是自然界生存的 真实写照 每一次成功的捕猎 都是野狗群体生存的 一次胜利 每一次逃脱 都是食草动物 延续生命的一次努力 这期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接着看